主席 你呢 就在演抹了梁振英 這個無規無矩 這個政權 的一個非常之好的示範 我們剛才見到 那種 60秒變成 60加N秒 被建制派下來投票 嘗試去 阻止我們三分鐘發言這個情況 實在是立法會之似 哪有可能 一個這樣的財委會主席 無規無矩到這樣的地步 你看現在我們立法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們在財委會竟然要 主席台兩邊要有個保安 我們剛才出來指責你無規無矩 你幾多保安走出來圍我們 下次擺鐵馬扮 用不用啊 你這幫人有沒有規矩啊 數夠票就贏了 你惡了 明天開車去 推倒新界東北 拆人的屋子 人家的田破壞了它 所有樹都斬了它 人家的生計毀壞它 你們有半點良心嗎 毀人家園 現在我們在說 不要在我後花園建些什麼 現在你在說 人家幾代人在這裡生活的 整條村被你滅 這個是開埠以來最大的迫遷 現在我們在說 好不好建個老人院啊 現在我在說 毀人家園啊 你們這些人 由上而下 圈了地 跟著就自己說 喜歡 起什麼就起什麼 人家幾代人在這裡住 明天要變了個花草 有沒有搞錯啊 是人家家來的 你們有半點良心嗎 這些建制派 除了會按鍵之外 你有沒有路啊 你不良心 你用不需要自己擺自己上台啊 你用不需要愚蠢到這樣 現在 我們回歸以來 沒見過這麼大的衝突場面 你怎樣主持這個會議 就會決定 究竟我們有幾大的衝突在外面 你都還硬來 政府擺你上台 你用不需要傻到這樣 你用不需要揹上身 你揹得起嗎 幾代人的生活 你揹得起嗎 接下來我們這些年輕人 本住那種熱血 他們追求公義 我對 mereka說